他是一個虔誠基督徒 而且他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信徒 他會相信神的存在 如果我虔誠地繼續追隨這個信仰 或者有什麼神都會幫到你 這是一個出路 是他最大的支柱 精神上的支柱 所以當表弟跟他講的時候 他會跟他念一段經文 就是覺得神是信實的 神是可以寬恕到你的 無論你做了什麼 只要你去祈禱 或者你求神的寬恕 神都會很大量去寬恕你 其實他有很大的掙扎 他整個樣子就是告訴你 你不是最近才尋完親的嗎 為什麼你現在跟我說 你殺了他們最親愛的孤長姑媽呢 然後我的內心就是 懷了一個很大的掙扎 就是如果我最敬重的神去寬恕你 我自己做不做到呢 而我做不到的話 我是不是就背棄了我的信仰呢 我是不是應該跟神去做呢 其實在我的角度 表情是虔誠到他會跟著神的道路去走 聖經會教他很多道理 他應該會跟著神的步伐去走 但是 針不及到真的不知痛 當他最疼的表弟 殺了一個他最親愛的孤長姑媽 因為他們的背景就是 從小到大是很親的 即他經常會去他家玩 孤長姑媽很疼他 這是表姐的背景 很親愛的 可能你未必跟每一個表兄弟姊妹都這麼親愛 或者大家有了各自家庭之後 兄弟姊妹都不會這麼親愛 但其實他屬於都很親愛的 他亦都了解了表弟的性格 那一刻他那個惡言 我都覺得 那我究竟可以怎樣呢 我那一刻都不知道可以怎樣做 我又接受不了 還有 究竟信仰教我什麼呢 那一刻也挺混亂的 在他的思緒裏面 還有一個矛盾和掙扎在那裡 究竟是神真的寬恕你的話 我做不做到呢 我可不可以學到神這麼大量呢 其實我未必可以 我很記得有一幕的 就是他作弓的時候 他不知為何是他的眼睛有光 這個解讀就是 其實好像在告解一樣 導演是想凝聚在一個告解室 你可以留意那一幕 庭裏面是沒有其他人的 只有我和周文健 只有我們兩個 那個呈現出來的告解 就是他要講一個真相出來 是的 其實他都在庭裏面 他都有一個矛盾 就是究竟我是在握個表弟 還是我要替我表弟說謊呢 但是我不行的 我是要誠實的 即他都按十本作 正經去作弓 他是要誠實去作辣 因為他都是 他都是一個虔誠的信徒來的 他都不可以背負了神 所以其實他那裡頭 你見到他在庭裏面 表情都是有點憎憎的 有點辛苦的 因為 其實那邊也是 我都不想他坐牢 到最後那些人走了 其實他判了牢 然後Pammer來 我在哭 其實都是真的哭 那一刻我都覺得 我覺得要坐牢了 其實他有沒有責任呢 或者我再開解他多些 即早點再了解他多些 或者不會發生呢 這件事 即作為一個親人 我想他一定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他是想表姐 可能代表他的善話 亦都有人在網上看到 表姐是不是就是 可能張獻宗裏面心中的天使呢 即是善呢 一個人裏面當然是魔鬼的聲音 和天使的聲音 可能表姐是不是代表他的善呢 所以他最後會親自和表姐說 即是坦白去和表姐說 好像告解說給你看 我殺了人 我殺了父母 你說的那個告解是張獻宗向表姐告解 或是表姐向 就去主行館 即是會不會是在快餐廳的時候 因為他… 其實好像是林外豐 辯護律師也有問過 為甚麼他要跟你說 為甚麼他要跟你說 為甚麼他跟表姐說 那表姐就答 因為我是他最相信的人 還有表姐應該是從來都沒有看低過這個表弟 因為表弟應該是很自己 即所有人都看不起他 因為他有矮 又追不到女生 對啦 其實你會在整體裡面 他就說天下無敵的 但做是無能為力的 所以有一幕就是為甚麼他在Casting 一個三級片他失敗 甚至是他要去自便的時候 他本來舉手選擇自便 最後他都放棄 最後他真的失敗 但他選擇去和表姐坦白 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真事都是這樣的 而應該就是由小到大的相處 和他真的感覺到表姐關心他 神的世界都是平等的 即不可以因為他做任何的職業 你就要唾棄他 其實這個也是我對你說 虔誠機動徒的看法 即有很多東西他們是否就是硬食了呢 即就是信仰大於一切呢 即是針不及到容之痛 你在旁邊去講一件事的看法 你當然可以很輕鬆客觀去講 那不行 你一定要怎樣怎樣的 其實神一定會敷術他的 或者其實他缺姿 他浸禮 他就可以上天堂了 是不是這樣 我記得是 總不知他很慘 會有些複雜的 你突然這樣問我 因為這個也是我一直的問題 如果一個殺人犯 他坐牢 他在裡面缺詞 或者他甚至已經成為了一個基督徒 那是不是就可以 有這個入場卷呢 我也曾經試過舉手缺詞 但後來我入了這個 即我追隨不到這個信仰的道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呢